這是早上的曼谷 大概9點10點的時候 他們會賣一些 超辣的 超辣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Elly 之前一直跟大家介紹曼谷的早餐 但是你們知道曼谷的早餐店都賣些什麼嗎? 今天Elly呢 帶大家來找泰國的早餐 現在我們在銅鑼 就是銅鑼早上9點的樣子 要10吧 你也要吃跟咖啡 在巴東哥 巴東哥 咦? 這個不像咖啡 嗯 嗯 嗯 好吃 真的嗎? 10點嗎? 吃不吃嗎? 吃不吃了嗎? 吃不吃了 你現在還要另外一家到廚庫 這個不像咖啡 我要別燒烘和他 但有燒烘庫 加烘庫 這個不像咖啡 這堂好香 茶 五根茶 這是早上的漢子 大概九點十點的時候 他們會賣一些 烤烤的 怎麼會賣台湖? 漢餅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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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這邊是 一樣四十五台湖 這裡有超多店家 他們大概早上就開了 因為泰國人的早餐 他們其實就是會跟我們吃的午餐 他們早上午餐沒有分 就會有那種靠雞 開始出來賣 他們就是吃這樣一樣兩樣 喔!你油炸吧!你看到嗎? 對!都轉菜 都倒轉!但是他們是吃熱的 你聽不懂要喊油嗎? 都開口 都開口 是否一定是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吃湯 一邊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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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喝了 一邊咖啡 是一邊咖啡 你還要喝了 是一邊咖啡 都喝了 咖啡 好嗎? 是一邊咖啡 咖啡波蘭的飲料 咖啡波蘭的飲料是否是嗎? 是否是在飲料 咖啡波蘭的飲料是否是咖啡 好,好,好,好 咖啡波蘭的飲料 我會看到咖啡波蘭的飲料 對,然後當你賣的飲料 一定會賣咖啡波蘭的飲料 我會想賣一個非常多的咖啡波蘭的飲料 在哪海邊呢? 咖啡波蘭瓦來的 here 不然我是赤咖啡波蘭的飲料 Logan 咖啡コaw ANDA我下廚 エンデ todo 咖啡最後拉 咖啡他們 這是25 天啊 240 為何有待飲料 有啊 我可以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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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 搭买 但是我跟阿韩朝在带 是 你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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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韩朝 周 我们现在来到了周店 接着 澳洲 咖啡巴兰 咖啡巴兰 咖啡巴兰有點像是 那种泰式咖啡拿鐵那种感覺 偶然就是泰式咖啡 他在凱菜 他們可能會用一些萬果下去烘焙咖啡 所以你會喝起來有一點不一樣的味道 跟一般咖啡喝起來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咖啡波蘭它就是加了煉乳 在市場裡有美式咖啡 美式咖啡 咖啡波蘭 是美式咖啡 我喜歡吃雞腿 我喜歡吃雞腿 OK 雞腿 它的粥很少 就是這樣子 雞腿 是雞腿 就是雞腿 對 我會叫雞腿 是雞腿 你覺得妳是雞腿 但是我沒有吃 那是雞腿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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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雞腿 不知道 但還沒吃 我現在沒吃 OK 所以早上不想吃太多聽 店舖可以吃看酒黑 他們做還蠻大塊的 就這樣子蠻大塊 海報 母親牙 然後這一碗呢 我的酒黑是七薯泰豬 這一碗的話呢 它是六薯泰豬 等下就可以吃法洞狗 好喝喔 好喝喔 夠不夠 這個泥包好甜甜 國人他們喜歡呢 帶來湯裡面 或是任何就是這種 這種粥狀路 他們會在裡面放一點點這種 脆脂狀 他們就會增加口感 八豆狗它會 跟粥一起吃 鹹的食物 或是跟咖啡一起吃 他們都很好吃 很有意思 手下手洗 你来自issance 我的爐士 嘗試試看 很美味 咖啡巴拉 超級甜甜甜甜甜甜甜的 這些美食 都是超級甜甜甜甜甜甜的 不簡單 不要黛没有 好臣 所以你喜歡吃咖啡巴拉嗎 是的 對 最後一天 有一個人在山泥 他們可以送一間餐廳 外面到餐廳 韓國泰國會做得到 如果有些店員會吃到餐廳 如果有人看到你吃 別人會吃到餐廳 但是他們沒吃到餐廳 這就是為何他們不想你吃到餐廳 吃完桌店之後呢 外面現在要超大的餐廳 最近韓國的餐廳就是這樣 現在進到了五季 我們來聽聽聽喔 所以就出門要帶魚餐 好我們等下 我們剛剛吊車了 Grab等一下就來 剛剛在影片中 大家應該都可以看到這款後背包吧 這款後背包叫做Not Your Smart 我最喜歡吃它前面的直控設計 非常的好 然後打開有點像是那種 折疊式的開口 這是我們剛剛去買的東西 可以裝很多 然後它這邊呢 還有一個包包可以放下你的iPad 然後它的肩膀這裡是有一個抗壓的設計 所以你背財不會覺得很重 好 有了這個背包之後呢 我們最後就可以輕鬆的帶這個背包去旅行了 早上吃完早餐之後呢 只要是假日 天氣晴朗後 我跟傑克就會來拜拜 然後拜拜 泰國人他們可以用花來拜拜 早上就這樣結束了 OK 傑克現在在看樂透 好的 那這就是我們的早上 吃早餐 然後早上他們也會來廟裡拜拜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泰國的文化 不要忘記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然後讓我們帶你體驗更多泰國文化 OK 下次再見囉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